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就是条命吗 我知道 我欠你的欠得太多了 爷啊 有你这句话 不就是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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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她一个美女医生 觉得戏能不热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又如何发展 除了在前两部大宅门当中的经典人物之外 又增加了哪些重量级的新角色呢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宅门三部曲的编剧兼导演 郭宝昌 宝爷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宅门里的秘密 欢迎宝爷 谢谢 郭德纲变身黑帮老大 PK老戏骨私情钢瓦 我这个人种的是朋友 只要是朋友 辣子齐婆子辣屎都成 我让你出去老太爱说话 那就是圣旨 大宅门1912 演绎了一段怎样轰轰烈烈的近代传奇 本期有问必答 邀请到宅门三部曲的编剧兼导演郭宝昌 首次揭秘该剧诸多新看点 和大家说说大宅门里您不知道的秘密 三生有幸 庞碧升辉 谢谢 今天请来宝爷跟我们聊聊 这宅门太火了 大宅门从第一部是01年吧 01年 到现在这么多年 十几年过了 每一次播出都是万人空向 而且在中间还是不停地播出 经久不衰 宝爷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魅力何在 我这个小的也学两手 我觉得观众无非是两种心态 一种他就是 他特别希望看到 跟他内心贴近的东西 那是 还有一种心态就是 他了解不知道的事 烈奇 像大宅门这种很封闭的 这么一种 一种当时的形态 这谁呢我明白 这大墙背后 大墙里面 有钱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对他们都在干什么整天 对 当你把这些东西的秘密揭开 公开 让大家一看到 大家很喜欢 很喜欢 大家很高兴 还能新鲜看个热闹 对 从咱们最早的大宅门 到现在大宅门1912 连这三部曲 都是由陈宝国 来扮演的这个 同一角色白景席 为什么一直选他 为什么觉得他特别合适 因为一开始 选的时候 选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有好多 被选的至少十多个 那我来东西 那我来东西 我总是不放心 因为 因为七叶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性格的 这么一个人物 身上各种面 对了 他有那种很平民的气息 很流氓的气息 无赖的气息 也还有点文人秀他的感觉 又很有绅士风度 他作为一个总经理董事长 他又有一种特别强悍的 这种管理的才能 所以他在整个一些社交场合 他又表现出的一种 特别有的那种外交风度 所以他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 他穿上西装 他就可以到餐厅 他穿上长袍 就可以参加宴会 他穿上一个大褂 他就可以到这个车间里面 跟工人一起干活 对 他穿上一个短打扮的 可以蹲在街头 在那喝大碗茶 所以拿起鞭杆子 自己就能赶车 所以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多面的 性格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男人 后来我看了陈宝国的 陈宝国的戏内容 我比较好关注他 从他的刘思佳 一直到甲午海站里边的 那是电视剧 对 电视剧 一直到他电影里边的玻璃花 玻璃花 什么边 对 一直到他的烤鸭店的店主 老店 老店 他塑造的所有的形象都不一样 是 真的不一样 而且他身上具备了非常丰富的 各种各样人物的这种气质 是 这个一般演员不具备 不具备 刘佩奇 高娃和宝国 是吧 还是原班人吧 原班人吧 这次《大宅门1912》当中 我听说有70%都是 新鲜血液的加入 不管他是老演员 但是在这个剧中是 这冒不冒险的 没有 这个没什么冒险的 都非常肯定 其实实际上我们 这个主要演员的确定 一定下来以后 其他的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有这几根柱子 就能撑起这么一个大的架子 因为我人缘比较好 我请这个 就是威望比较好 我请人来客串 因为我这系列也十多个大腕儿了 也十多个大腕儿 全部都愿意来 我们家梁天儿也去了 回来就跟我说 嘿呀 这就是 梁天儿 像孙海英 像郭德纲 于谦 像孔汉林 像这个王靖 这个王志飞 像这些人都 我也是 这系列依然是大腕儿运机的 除了私情高娃 陈宝国 刘佩奇三位老戏骨 三位作为原班人马 重聚宅门 在这次的大宅门1912中 导演邀请到众多相声演员 参演大宅门1912 白七姐 胸前长了几个 这皮股袋上几个窩子 大桌下几根叶毛肚脐 要有多深 我全都门儿清 到官府去告白老七 告 告他什么呀 告他走私烟土啊 白老七 我灭了你 有个叫杨逸增的 您大给七听说过吧 没有 这孙子是干什么的呀 这孙子就是我呀 究竟能否为这部正统传奇剧作 增加几分喜剧色彩呢 那为什么 为什么抢着他笑着呢 因为这个郭德纲这个 我写完了剧本以后 我就想了很久 这个演员是什么样 应该是什么样 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一想就想到郭德纲 我说只有他这个脑袋 才配这个黑帮的头 这我是没想到 他的脑袋起了作用了 一见郭德纲 我说你养个黑帮头子 人家都说我像黑帮 还特别自信 用他的话 人家还能感受到那种 那种黑帮的可怕吗 会不会一下就滑到喜剧上去 人家看得特别可笑呢 他表现特别好 非常优秀 你再给我们透露点 因为拍这个戏之前 我对他 因为他的 所有的相声段子的叠 我全都有 你是特别喜欢他的相声 我喜欢 还是因为他跟您是本家子一都姓郭 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 终于把中国的相声 传统的东西恢复了 多少年 解放这么多年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郭德纲的贡献 实在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特别欣赏他 而且我看完他 所有的这些东西以后 我知道他具有非常高的表演天赋 他不单单是光是在相声舞台上 可以做这样一种表演 而且我觉得他可以有多方面的发挥 没错 我才会想到他 至于这个郭亥林 是 是比较偶然的了 因为我 这场戏我拍完了 这个角色我写的特别好玩 是个喜剧色彩的人 对 如果喜剧的话 这就可以理解 因为写一个骗子 卖假药的骗子 而且骗的七夜头上来了 您想起现在十三香了 所以 所以 所以七夜很愤怒 拿你的抄去一把剪子的 叫捅的 结果他就说我招你惹你了 完了以后你听说是七夜 吓得感觉鬼 是这么一段戏 那么这场戏拍完了以后呢 我一看我就知道不行 我就说好 我说过了过了过了 一般的戏不行肯定再拍一条 两条不行拍三条 有的拍七八条 我就过了 过了以后一出门 陈宝国就把我拉住了 他说导演这戏可是不行 这么好看的一场戏 拍成这样 他说我觉得太遗憾了 再拍一条我费不了多少时间 能不能再拍一条 我说不拍了不拍了 他说不拍太可惜了 完了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演员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他完不成 我说咱们换个演员以后再拍 他说我明白了明白了 就停了 完了我就找这个辅导演 我说你选的这个演员不合适 他不适合演的角色 我这个演员的要求我告诉你什么什么 说完了以后 他后来提到龚汉林 我说龚汉林合适 这个才去请了龚汉林 龚汉林一来 果然不同凡乡 货真价实 是我费某人的经营之道 除非他黑漆堂开了假药 不然的话 就凭我跟白七爷的交情 绝对不可能 你也认识白七爷 俩字儿 发小 他妈多一发小 白七爷 胸前长了几个 这儿皮股蛋几个窝子 嘎嘎嘎下几根叶毛肚脐 要是多深 我全都门清 切往那儿一戳 好家伙 正是一金刚 大老的官大屁股蛋大脚边 他就连翻屁孔不笑不说话 把一笑吓死你 瞪着一顿大牛眼大门牙一刺 哈哈 就那一顿把牙打起来整个一戳料 黄极了半寸长 我给你歹了你小子不可 你干什么气 你闭嘴吧 知道这位子 他呀就是白七爷 不可能啊不见不起 你白七爷 当时摄氏族 摄氏族一般的都是 今天有你的戏你来 你没你的戏你没事 你就不用来家呆着 很多人都闲着没事的在家 一听说龚和林来 哇 上座位很高 哈哈哈哈 都跑着围观 那天现场围着满满的 就看他这样 这龚和林就更来劲了 他的表现实在是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有很多人瞠目结舌 一拍了咯一片子鼓掌 鼓掌 掌声雷动 我相信是这种 掌声雷动 说这戏还可以这么演 非常棒 非常棒 虽然就那么一场戏 我觉得 太值得我们好好的欣赏 一定 还在我们家梁天呢 梁天也是个喜剧演员 梁天是在我写剧本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就是他 这个在写剧本的时候就 就影响我这谁谁谁谁演 梁天合适 所以后来一涨梁天 梁天也非常非常高兴地答应 是 也没有表示任何意义 来了以后最大的意见就是 先戏少 对 这像他 这像他 我说你演这笔坏蛋 我不能帮你写成一号吧 对不对 是不是 坏蛋外传 咱们都愿意来演一把 这一项都死 对 都愿意来演一把 而且呢 有这些人拖着 因为我的剧本 我觉得你 你应该有这个感受 我能 小角色 无论哪个小角色 哪里有一场戏 我都愿意赋予你一定的戏可演 是 有发挥的余力 我不能全把你弄成一个过场 我请你来干嘛 对 没有意思 我看过 我看过 原来《大展门》当中 有一场是姜文的戏 对 那个戏好 是吧 我几天前还正好看过这个 我就发现啊 这个东西搁在现在啊 就搁在今天拿出来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品 对 真的特别好 而且难得的是 那场戏啊 姜文她就来客串一下 对 我相信她的时间也是挺紧的 她也不会说怎么怎么样 可能 到了这儿一边化妆 一边看词 都是有可能的 对 她一边看 一边看词还一边改 而且那个戏是 她那场戏是一个镜头拍下来的 对 我刚才就要说这个 一个镜头 中间稍微摇了一点点 五分零 一个长镜头 中间一点错都不能出 对 分27秒 她跟宝国 宝国也是个特别有名的 就是 就是背词厉害极了 就是特别长的一个 中间一句不带菜 谢谢 不光相闻 在前面的大电门当中 陈凯歌 张艺谋 李雪剑 田壮壮 全都来了吧 对 全来了 张艺谋当时正拍什么奥运 我记得他忙急了 总导演呢 那时候 是是是 我凑合他的时间 我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给我打个电话 我正拍了民国的戏 他忽然就打电话 他说我明天有时间 民国的戏都是留着发 都是长头发了一条 清朝的戏 剃把拿脑袋 约月亮门 你怎么弄 他是演清朝的戏 我这一下子惨了 他演李莲英嘛 哎呀 我是急死我了 我是明天就弄 赶紧化妆师 赶紧预备 大家剃头 大家赶紧就想办法 头不能剃 你剃完了 我第二天怎么拍 结果全部都戴上帽子 画一遍戴上帽子 那张艺谋本人不能这把 他这心意的 你在远景后边走一走行 他是一开始 一提这个事的就是 我提光头 他提 对 他是提这个大光头 完了以后 这个何群说 我也提 何群也提 完了这个 这个 何群那也是著名导演 田庄庄说 咱们都提 田庄庄那也是著名导演 你演什么鬼的话 你不用提 完了以后那个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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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凯科说 我还提 嘿 我说这个 我说就这么一场戏 我说你们剃头 我于心不忍 还有最后 最后还都提了 都提了 到后来陈凯科来的时候 就不好意思了 我说你啊 戴上戴上一个帽 我说这把病角稍微去点 都完了 这是个办法 但是呢 这个化妆师就不敢 就给他弄这病角 我说你哆嗦什么 他紧张 他胖胖 给陈凯科就退坏了 哎呀 来吧 来吧 我说最后 我给你搅两下 搅完两下以后 那就确实 一分头这儿没有了 对 特别难看 特别难 他这分头 看我这头就行 我前一段时间拍那个 太极 太极 太极的时候 我在里边演一个 清朝一官 一倒台 对 也是要给我剃光头 我说我这还得主持节目呢 我光着头子 那么回事 也是用这把法 把两边去 比较高 然后再戴那帽子 看着是干净的 喝过头 对 但我这也行 陈凯哥那分头就差点意思了 您自己演了没有 我演了一个 我演了一个医生 沈医生 沈医生 主要是给张艺谋搭戏 你给张艺谋搭戏 张艺谋的戏已经拍完了 他说我们规定的是 他们这几个大腕 每人来一天 张艺谋说 咱们这一天的概念 是24小时 不是8小时 从开工 从7点到明天7点 您随便用 24小时 完了以后 真够意思 完了以后那天 我说今天一定干完 我说晚饭以前就可以拍完 结果赶到晚饭以前拍完了 拍完以后吃饭的时候 张艺谋就不干 他说就是拍的不好 我说怎么的 我说挺好 他自己说不好 他说我紧张了 我说哎呀我行吧 我就这一天就行了 没事了 我觉得过去了 他说这过不去了 这不行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这个 我跟这对手太生 我跟他对戏对不了 我紧张 他自己要求跟您搭戏 我说还不是我演的 他真的你演 你演我再来一遍 戏影上来了 我说你要再来一遍 你还得来一天 我今儿来 我今儿拍不了了 我今儿到什么时候 我愿意 结果后来他又补了一天 结果就回到北京了 那不是同一天还得再剔头 回到北京了 对 还是提光了 又重新拍我给他对的戏 那你上去演戏了 这个谁看监视器 谁导演呢 那天在怀柔已经轰动 怎么 因为那天拍的时候呢 是我和张艺谋都是戏 对 姜文和陈宝国都是戏 都在那一天拍啊 都那一天啊 对 执行导演田壮壮 执行摄影侯勇 侯勇人早当导演了 就回头 执行的剧舞是电视学院的那个院长 张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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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北京 何军 何军要回去当北京去了 所以那天 那天超豪华 超豪华 结果 其他摄制组的那个怀柔的 都停了 没人拍戏了 都来看热了 你全跑到我们院里来看热闹来了 太好看了 哎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是不是媒体也得一大堆当场有道 最后你看这个字幕 你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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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都打上了 执行导演 执行摄影 执行剧舞 张桂军 我们全部都 全部都 后来他也不放这个字幕了 你看 你仔细看这个字幕非常有趣 是 是 肯定了 这个 从前绝后 你永远不会再有了 是 前两部宅门戏 创造了万人空巷的舒适高潮 四景高娃 陈宝国 刘佩奇 三位老戏骨 把白文士的精明持家 白景奇的硬朗坚强 一针 一斜的白三爷 表现的淋漓尽致 剧中的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为何还要拍第三部 创作《大宅门1912》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那么前两部都那么成功了 是吧 郭宝昌收山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收山了 干嘛还出来拍第三部 万一这部 万一效果不好 你没有想到有可能吗 哎呀 你没听说他们前面有一个投资 好几亿的一个片子 也不是特别好 是 我这个戏投资也巨大 我们大景花了两亿 大景花了两亿 对 花了两亿 这个我们在山东搭的景 就这个景是根据我剧本来搭的 就是我剧本里面要求什么样的景 包括我们搭的一个城 城墙 四个城门楼子 包括护城河 全都自己挖的 你重塑当年的全城济南 对 对 但济南现在已经无那样了 你是在哪儿盖的呢 我们在一个公园 公园的一个角 是在济南吗 济南 不是济南 是东俄县 出东俄厄交的地方 厄交那地方 对 在那儿 在那儿我们在公园披了一个角 完了以后在那儿打了一个 包括那个东俄县城 包括济南街道 按照我们的剧本的要求 把景打出来 两个亿啊 就在那儿 好好看嘛 谁看上这片子就翻转了两个亿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这个景 你不会找到像某些景地那样 拿那个泡沫锁料贴一墙面 然后拿着白线往上一画 那就是墙 那一看就是假的 我们这是真材实料 我们请宝爷 郭导 用一句话评价一下 现在这部戏 你觉得跟前两部相比 或者说他自己有什么特点 一句话很难说清楚 这个因为他跳出了原来大宅门的客酒 完全是一种令辟蹊径的新的路数 这个路数呢 我觉得是符合现代观众的要求 符合观众现代的欣赏习惯 他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一段传奇经历 而且在这中间 我们穿插了很多很悬疑色彩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他好看 那么当时我跟 我有这个利益的时候 我跟陈宝国说过 我说这本剧具有很强烈的悬疑色彩 他就很不理解 大宅门里怎么能有悬疑色彩 因为他掺入了黑帮的一条线索 那么恰恰七叶绞在了 这个黑帮的各种矛盾纠葛之中 那么就产生了一幕一幕的生死之关 这样的生死之关 是观众特别愿意看到的 也特别愿意有悬念地往下看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希望观众在这方面能有一个巨大的期待 你们绝不会失望 千万不要错过哟 谢谢今天宝爷的到来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同时我们要感谢三元食品 对于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津卫视传递生活正能量